早上 香港女星陈秀珠在社交平台晒出登山照 偶遇了周润帆 黄日华等好友 陈秀珠身穿灰色卫衣 搭配黑色羽绒马甲 戴着帽子和墨镜 十分休闲低调 她素颜出镜 皮肤状态超好 丝毫不见老态 面色红润 精神十足 看上去一直都保持着自律的运动习惯 已经63岁的她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 精神异议 状态大好 离开TVB可惜了 之后她一直没在拍戏 过着身居剪出的生活 此次 陈秀珠还与昔日的迎贫情侣黄日华罕见同况 两人靠在一起笑容温暖 心情颇好的样子 黄日华身形销瘦明显 虽然比陈秀珠多了一些皱纹 不过状态也还算不错 疑似已经走出妻子去世的悲痛 这段时间 陈秀珠重新活跃在社交网上 时不时分享在户外跑步的照片 原来 她悄悄加入了黄日华的跑步队 跟着一众圈中艺人做运动锻炼身体 难怪状态那么好 不过 这次出来做运动 她似乎没跟华哥一起 反而与22岁的儿子一起爬山 母子俩一共走了14公里 以之前快了一个小时 一点不喘气 进步了不少 为了保护爱子的隐私 她只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没有曝光儿子的正面照 实在有点可惜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陈秀珠其实是一名单亲妈妈 当初她是在没结婚的情况下 生下这个儿子的 若杭多年 她身边不乏追求者 那些年 她先后与地产大亨 外籍型男交往过 但都没能开花结果 年过40的时候 陈秀珠突然生下了儿子 并取名为陈迪嘉 关于孩子生父的身份 她却不肯对外透露 始终保持神秘 上周 她上了TVB的访谈节目 罕见提起这件事 她说养育儿子的过程中 她以为自己处理得很好 后来才知道 儿子在情感上有缺失 问到儿子是否有追问 生父的身份 陈秀珠透露 儿子小时候不想知道 长大后很想知道 然而 她认为儿子已是成年人 不需要靠爸爸 因此拒绝告知其生父的身份 她还说身边最好的亲戚朋友 都不知道孩子生父是谁 节目播出后 网友们议论纷纷 不少人觉得 陈秀珠不想跟外界交代情有可远 但至今认不让儿子知道 就有点不太妥当 毕竟儿子有知情权 于秦所知道的是陈秀珠入韩后 最知名的一段恋情 是与商人林志华的感情 那时候是在90年代初期 当时她还愿意为了对方 放弃发展的极好的演艺事业 随着对方一同到马来西亚经商 不过90年代中期 她就悄然返回了香港 对于与林志华的感情 她没有更多的解释 两人的感情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自此之后 陈秀珠再也没有公开过恋情 直到1999年 她突然赴美产子 在生下了儿子之后 公开了这个消息 说起来整件事也是眉头眉尾 因为至今无人知晓 她何时怀孕 孩子的父亲是谁 然后她就这么一个人 待着孩子生活到今天 诞生了20年 所有人都以为她很坚强 很勇敢 但是她内心深处 有的是满满的后悔与愧疚 对孩子的愧疚 对初恋的愧疚 陈秀珠在林志华这段恋情之前 还曾经有过一段恋情 对方是她的初恋 两人都已经订婚了 最后悔婚的是陈秀珠 那时候陈秀珠才刚入社会 选美后加入了娱乐圈发展 面对五光十色的娱乐圈生活 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追求 而不是被一段感情婚姻而困住 于是就单方面毁婚 放弃了这段感情 多年后 这段感情 这位初恋成为了她的痛 她有愧于对方 如今只能在节目中 向对方说对不起 而对于陈秀珠来说 真正有愧的应该还是儿子 21年前陈秀珠一意孤行 在美国生下了儿子 至今孩子的父亲身份 她都没有对外公开 而她急着21年来独自养育孩子 陈秀珠坦言 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母兼父职 将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妥善 到后来发现情况 根本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特别是对于儿子的成长 就有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 她曾经对儿子表示 自己可以照顾儿子一辈子 不需要父亲都可以 结果儿子回她一句 这只是她单方面的认为而已 从那一刻起 她就知道 她的想当然 已经给儿子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而提到孩子的父亲 陈秀珠表示 儿子小的时候不懂事 没有父亲也无所谓 不过随着孩子越来越大 且有了自己的认知后 孩子开始好奇 父亲到底是谁 然而陈秀珠一直坚持 不将孩子的生父身份告知儿子 她觉得孩子已经长大 并且独立了 完全不需要再靠父亲 所以就拒绝再公开 相信陈秀珠 未来也不会再公开 孩子的父亲是谁 要将这个秘密 带入黄土之下 不知道是不是陈秀珠 觉得这么做 其实对儿子很不公平 所以在提及儿子的时候 她一度感触落泪 难言的是内心的愧疚与难过 提起陈秀珠 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看到她的样貌 你会恍然大悟 啊 原来是她 她是西游记里的铁山公主 新井2010里温柔贤惠的简竹君 静致玉孽里的面慈心狠的皇后 珠光宝器里的女首妇于伟婷 陈秀珠在TVB服务33年 她在电视剧里多饰演一些配角 虽不如女主光环加持 但频繁刷脸 也让港剧迷们倍感亲切 别看秀珠脸部微胖 皮肤松弛 依附人到中年的妈妈味道 其实年轻时候的珠女青春亮丽 气质迷人 是80年代TVB当家花旦之一 1958年 陈秀珠出生于香港 个性自由的她 选择在航空公司做地勤 21岁 青春上岸 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好奇和向往 参加选美既可以半量 又有奖金拿 何乐而不为 于是陈秀珠放弃了铁饭碗 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 1979年的香港选美 诞生了冠军郑文雅 亚军吴美丽 继军钟惠斌三位港姐 可惜三位都未能在演艺圈大放光彩 郑文雅签约亚市发展不顺 去电影圈依然没有什么水花 吴美丽参选完即回归素人 钟惠斌签约无限主持了 一年多的欢乐经销 后来转战电影圈发展平平 谁也想不到 当年选美比赛中 有两位落选女孩 最后一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性感女神 一位成为了无限的当家花旦 她们就是钟楚红和陈秀珠 钟楚红的选美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 妈妈给报的名 由于不会穿高跟鞋 现场平平失误 只拿到了第四名 选美结束后 钟楚红去无限示尽 竟然意外出局 并未获得签约 但她却获得了刘松仁的赏识 历见她去电影圈发展 钟楚红凭借美艳的外貌 真实爽朗的个性 在电影圈打响了知名度 红姑也成为了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不可或缺的女神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红姐 而是陈秀珠 同事落选港姐 陈秀珠顺利签约无限 少了几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陈秀珠受到无限的力捧 开启了她演艺生涯中最高光的时期 第一部作品苏启儿就不同凡响 卡斯的配置放在今天也是top级的 陈秀珠和周润发 刘德华 苗乔伟合作 戏中的民国扮相温婉天静 和女主角米雪同框丝毫不逊色 1983年 陈秀珠在《黄日华》版的《社交英雄传》里 饰演陈姚佳 相对于乌美玲的俏皮可爱 陈秀珠就大放温婉 虽然还是新人 但在一群演员合照中显得尤为突出 很有女主角的风范 果不其然 1984年 陈秀珠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首次担当女主角 在古侠剧《笑傲江湖》里 饰演任影印 周润发饰演令狐冲 虽然风头有点被小师妹的扮演者 齐美珍抢走了 但陈秀珠好运连连 1985年 陈秀珠代替温美玲出演 陆小凤之《凤舞九天》 饰演女主角金晶 搭档万子良在电影圈混得风生水起 两次提名金马影帝 这部剧备受关注 可惜陈秀珠并未像温美玲 陈云莲一样大火 虽然都曾出演过金庸笔下的女主角 势头越来越下滑 她开始从女主角 渐渐沦落为二三线女配 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1985年 《无限》开拍《雪山飞狐》 女主角苗若兰 由新人曾华倩主演 周秀兰饰演袁紫衣 景戴英饰演陈林素 陈秀珠只演了一个小角色男男 1987年 刘德华和陈玉莲主演的《大运河》 陈秀珠只演了一个配角 《喧华夫人》 陈秀珠的古装没有时装出彩 古装女主 更偏向于陈玉莲《七美珍》这样 惹人怜惜的柔弱感 陈秀珠的眼睛深邃 长相英姿萨爽 更适合现代剧里的独立大女主 比如1989年 在郑少秋主演的《势不低头》里演人妻 虽然陈秀珠已经31岁了 但身形苗条 气质高贵 十分优雅 其实30岁是担当大女主的绝佳年龄 人成熟了 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如果路线找对 很快就能再出头 只是陈秀珠在事业和爱情中选择了后者 甘愿为爱人放弃了苦心经营的演艺事业 1990年 陈秀珠暂别演艺圈 和男友在大马开设四川菜馆 但好景不长 最后恋情仍以分手告终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印象 陈秀珠在90版的《风神榜》里 饰演过女娲娘娘 这是她在内地拍的第一部电视剧 里面的造型还是很美的 看起来特别温柔 随后 陈秀珠度过了六年的素人生活 于1996年再次重返TVB 只是环境早已近飞昔比 陈秀珠只能演一些龙套角色 她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身形发福 脸部发胖 皮肤也有点松弛 和当年的明星范儿相差甚远 与街上40岁的中年阿妈没太大区别 陈秀珠也深知今时不同往日 她不挑角色 经常在剧里饰演尖酸刻薄的太太 女主人公的妈妈 阿姨之类的角色 一度被称为金牌妈咪 而在2004年 在经典宫斗剧《金之玉孽》里 饰演城府极深的皇后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视野上掀起了一阵小旋风 人到中年 看尽了娱乐圈的光怪陆离 红不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陈秀珠说 以前人家叫她猪女 现在叫她猪姐 都无所谓了 以前刚进娱乐圈 多少有点虚荣 喜欢跟人拍照 签名 现在看到记者掉头就走 只想回家陪儿子 陈秀珠有一个儿子 关于孩子的生父 他三奸其口 母子俩相依为名 如今儿子已长大成人 2020年 陈秀珠约满无限离潮 已经62岁的他 为无限服务了33年 是时候享受万年生活 3 3 4 5 5